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昨天晚上 差一点被电话信用卡诈骗 差一点上当 差一点上当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美国 不是拍了几个土地吗 然后那个土地上面长草 那个草要去修剪 每年 每过几个月就要修草 草不修的话会被政府要罚款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减草的服务 减草的公司来修剪草坪 所以在网上留下了一些信息 在Craiglist上面也发了一些 我想找一些人帮我修草 结果来了 然后他说 他说自称他是叫 Longstarter这个公司的 他说我们可以通过电话 来了解一下你的需求 来帮你修草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这个土地在什么地方 有多大 你们要去帮我修多少价格 他说现在还有优惠 今天第一次修草 还有优惠 只要19美元 讲了一大堆 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你信用卡 你把你信用卡或者接机卡的号码 告诉我 我们把你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 我一开始 一开始稍微还有一点存疑 那么我听他讲的好像还挺真的 那他就在这个 就这个号码 4023901 他跟我聊聊聊 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聊了半个小时 最后要我这个信用卡 我听到他好像还是 不像是假的嘛 听上去还蛮专业的 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什么什么的 最后要我信用卡号码 后来我就把信用卡号码 报给他 报给他 他说反面还有三个数字 他说反面还有三个就是 信用卡的安全的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也要告诉我 后来我就稍微疑惑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验证码 这个信用卡反面 这个三个数字 这个验证码是安全码 这一般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 不可以告诉别人 你怎么还问我这个事情呢 他说我们就是给你在系统里登记一下 我们不会进行扣款的 你将来还可以把这个号码改掉 你讲了一大堆 结果我还是没有 我觉得还是不放心啊 我有那么一丝丝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警觉 我没有把这个信用卡背面三个这个安全验证码 这个CVV这个号码告诉他 结果呢就就这样子 后来呢 我回想这个事情呢 觉得不对劲 觉得不对劲 后来我就到这个官方网站 到这个Longstarter这个官方网站 它上面也有一个电话 然后上面也有这个客服 有这个客服 我就去问 就去问他们这个客服 我说刚刚有一个人 说是你们公司的 打电话给我 问我要这个信用卡号码 还要这个验证码 你们你们是不是真的 后来呢 今天早上 他给我回复了 他说回复就回复这个邮件 他说谢谢 他说我们公司从来不会去问客人的信用卡的信息 从来不会问的 我们的APP里面自己 客人可以自己来更新他们的卡的信息 不需要打电话来问 所以呢 所以呢他就讲啊 刚刚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 不是我们公司的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是个骗子了 对吧 现在我还好昨天晚上没有把那个 那个信用卡背面的三个数字告诉他 否则这可能就要被这个给信用卡诈骗了 然后我就 然后我这个信用卡账单 就会收到一堆莫名其妙的 这个消费啊什么的 就差那么一丁点啊 就差那么一丁点就被他给骗到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 就是你如果不管是什么通过电话 来问你要你的这个信用卡号码啊 信用卡的什么有效日期 信用卡的背面的三个数字啊 这一定要小心啊 差一点我就上当受骗了啊 我这次再跟大家这个提个行啊 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警醒吧 所以在网上这个留下了这个 你在我在网上就是留下了这个电话号码 或者留下了一些信息 那么他就给我发邮件 然后发短信 他说我们是公司的啊 我们要给你服务 你要接我们的电话 然后他的电话呢 就问我要信用卡号码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 也算是个教训吧 下次我也会小心 不能随便相信他们啊 好好好就这样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